交代完北伐事宜 朱元璋一回头 竟发现四元大将一路尾随 朱元璋好奇地问蓝玉 你的这些部将 咱从来没见过呀 经过几人一番介绍后 朱元璋见他们都姓蓝 还以为是一家子 蓝玉表示 这都是自己收的椅子 朱元璋不高兴了 自己当年也没收过这么多椅子 现在蓝玉竟然模仿他 甚至还变本加厉 收了成百上千个椅子 更让他觉得可怕的是 这些大将自己使唤不动 朱元璋让他们退下 他们嘴上答应了 但却仍然步步紧跟 朱元璋见状 于是又重复一次命令 让他们退下 怎料四人一声不吭 站在那闻思不动 压根没把朱元璋当回事 蓝玉赶紧大声怒斥 他们这才乖乖退下 朱元璋不由地后背发凉 他早就派人暗中监视蓝玉 知道蓝玉等人对自己不满 而现在这些军队 只听蓝玉的命令 要是蓝玉起兵谋反 自己还怎么招架得住 朱元璋虽然心里不满 却并没有过多指责 反而大赞蓝玉统兵有道 还客套地问他 出征之前还有没有什么需求 蓝玉一愣 见朱元璋对此事都不计较 便开始得寸进尺 继续疯狂作死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要 只要刘伯温的向上人头 这句话 彻底触碰到了朱元璋的逆离 可蓝玉愣是看不懂他的脸色 继续疯狂诉说 朱元璋听得咬牙切齿 而蓝玉继续火山交友 表示此次出征一局就是三五年 如果不撤掉刘伯温这个奸臣 那大家还怎么静下心来 好好去打仗 并把自己全家性命都压上了 朱元璋听完这些话 感觉自己肺都快气炸了 但还是强人怒火 表示一定满足他们的愿望 蓝玉不知道的是 等他们得胜归来的那一天 也将是他们的末日 朱元璋气急败坏 他任命朱棣为征北大元帅 蓝玉为副将 目的就是尽快让朱棣成长起来 然后接掌军政大权 从而稳固大明江山 朱元璋为了稳定蓝玉等人 罢免了刘伯温的直贤俸禄 让其在家闭门思过 可蓝玉却没有明白朱元璋的用意 以为自己战功了 就可以轻易解决刘伯温 却不知 已经触碰到了朱元璋的逆力 朱元璋罢免刘伯温 不过是权宜之计 等蓝玉得胜归来 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朱元璋随时都可以 找个借口处决他 有些心急的怀惜将领 一时奈何不了刘伯温 便对他儿子放老箭 以此来警告刘伯温 这下彻底激怒了他 他明白 朱元璋压抑得越久 日后整肃就会越厉害 等怀惜将领们 得胜归来的那一天 就是他们的末日 另一边 朱元璋派锦衣卫无风 暗中调查胡卫庸 和蓝玉之间的来往 当他得知蓝玉等人 向胡卫庸扣手的事情后 表情逐渐凝固 次日 朱元璋找刘伯温入宫上朝 为了安抚蓝玉等人 让他们全力以赴地作战 朱元璋在朝会上 故意冷落刘伯温 刘伯温明白了老朱的用意 被罢冠冕之后 朝廷就停了刘伯温的凤龙 家中早已断两多日 获于生计 这个昔日里的一品大员 不得不沦落到街边摆探 靠卖折扇维持生计 但自己又不懂得邀和叫卖 等了半天依然无人问津 恰好遇到京城烧病店掌柜 主动帮他叫卖 百姓们都同情他的遭遇 就算这么贵的价格 也有很多人前来捧场 父子俩喜出望晚 可就在这时 二虎突然来报 传胡相国口语 刘伯温明白 这是胡卫庸在老朱面前调缩 而朱元璋也更需要我的演技 来麻痹那些怀戏勋贵 得知刘伯温的情况后 马皇后雪中松盼来了 刘伯温感激提灵 马皇后的这番鼓励 让刘伯温继续强撑着 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看到怀戏勋贵 落马的那一天 这个老头65岁 兴奋大喜 李擅长老当义壮 娶了个和自己孙女 差不多大小的媳妇 搞得胡卫庸都十分羡慕 李擅长表示 不想也不成啊 当初皇帝暗示自己 该退休的时候 李擅长也是迫不得已才退休 可是想到半君如半虎 随时都可能有杀神之祸 还不如提前交出手中权力 远离朝天 朱元璋盛性多疑 为了让他更放心 李擅长整日饮酒做了 对酒当歌 自己在吴王府国的潇洒快活 李擅长之所以如此堕落 就是为了不让朱元璋怀疑他 如果他在家里闭门不出 什么也不做 反而引起朱元璋猜疑 这才是大之若狱之人 李擅长得知胡卫庸 在中书省如日中天时 他提醒胡卫庸 眼下末被战士吃紧 皇上肯定会重用能臣 等到捷报传来 边疆安定时 恐怕还是要踩撤怀西勋贵 以及这帮骄兵汉将们 老谋深算的李擅长 把朱元璋的心思看得明明白白 可胡卫庸却没能牢记他的提醒 为了完成朱元璋交给他的任务 让漠北战士进行得更加顺利 他是天内 就连战三个主持官员 留放了四个支付 各部官员怨声载道 随着中书省位置越走越巧 胡卫庸逐渐享受到 权力带来的好处 他早已经忘了阳县的下场 慢慢地开始嚣张把扶起来 没多久 漠北战士告捷 朱元璋决定出手 为了麻痹交兵汉将和胡卫庸 让他们露出马脚 朱元璋欲勤不纵 假装称病 连续三天不上早朝 随后 以黄山行宫避暑为佣 太子朱标也要随行 于是把朝政权交给了胡卫庸 胡卫庸嘴上说担当不起 但内心早已激动不已 朱元璋也学起了李善长 开始捧杀胡卫庸 为了让胡卫庸做事更加肆无忌惮 临走前 还把自己挠痒痒用得欲如意 送给了胡卫庸 胡卫庸激动不已 感觉自己飞起来了 他早已忘记 自己当初是怎么对付杨县的 于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朱元璋不愧为李善长的好学生 被全力蒙住双眼的胡卫庸 殊不知自己快要大火临头了 朱元璋前脚刚走 胡卫庸就脚踏单臂 昂首阔步 驴场顿时惊掉了下巴 有了皇帝临走前的嘱咐 胡卫庸有恃无恐 做启示来更是肆无忌惮 四日一早 虽然朱元璋不在 但他依然召集大臣每日上朝 对着龙椅进行朝拜 他两眼放光 缓缓走向龙椅 众人面面相去 议论纷纷 生怕他一屁股坐在龙椅上 随后便拿着 朱元璋赏赐给他的玉如意 对百官训话 四日 胡卫庸把积压的政务走着 全都移交到中书生审理 原本该由皇帝才能做主的事情 他私下里全给做主办了 而且效率神速 往往需要半年 才能审理完的事情 他在短短半个月就全部搞定 让百官们对他光目相看 朱元璋并没有发火 而是继续选择沉默 为全力蒙住双眼的胡卫庸 对此全然不知 依旧是我行我素 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 他为了稳固自己朝中地位 不仅拉拢文官 还与武将成兄到底 蓝玉等人北发得省归来 胡卫庸在朱元璋 专门靠赏将帅的武英殿 为众将接风洗尘 感到危机的武将们 担心被朱元璋整治 都主动和胡卫庸拉进关系 胡卫庸越过了徐大汤河 更超过了当初的李善长 直接成了怀西将领的老大哥 此时的胡卫庸 比当初的杨县还要肆意妄为 他早已忘了李善长的教会 朱元璋得知后颇为震惊 他没想到胡卫庸 会这么胆大妄为 但他并没有急于回京 而是派锦衣卫继续暗中观察 朱元璋当即下旨 赦免刘伯温 让他立刻回都察院认知 朱元璋把刘伯温 这块石头丢出去 就想看看胡卫庸 到底有什么反应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个做法 直接把刘伯温给害死了 刘伯温到底是怎么被害的了 我们下期接着说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开始再次拜谢了